零九娘,你别忘了,你自己签了断绝书的,这几个孩子都跟你没任何关系,我卖的是刘家的闺女,你来我家干什么? 我来,就问问是不是有这个事情,你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嘴巴欠揍吗? 是被我卖了,那又怎样? 没怎样,我就是确认一下,都有谁参与,你一个,李秀娟一个,还有刘大郎,还漏了谁没有,你儿子刘清禾,有没有份? 瞧刘老太没说话,零九娘便清楚刚刚念的这些人都有份 我的人,只有我可以打,我可以骂,并不代表其他人也可以对他们打骂,就算是他们被我赶出去的也一样,他们也就只有我能欺负,其他人不能 随后零九娘朝着刘老太等人冲了过去,分别给了他们每人一个重重的过肩衰 快把钱拿出来 你个臭婆娘猫哭耗子假慈悲,说到底也是冲着钱来的,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你一文钱都不要想拿到 刘四郎听到九娘开口就是要前后,脸色直接冷了下来 娘也变得和他们一样,贪图两个妹妹的卖身钱,为什么我们命那么苦,个个当我们阮实子呢? 林九娘,我告诉你,他们姓刘,不姓林 对,我们姓刘,你个姓林的算个什么东西 看来你们还是没被收拾的明白 这一次,林九娘彻底动怒,对他们再次真实了十分钟,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刘三妮姐妹俩被卖掉的钱和契约 林九娘,又是你,你就不能消停下不要惹事,他们是你的长辈,你的亲人,你把人揍成这样,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林九娘没有说话,而是把手中的契约甩到村长脸上,他清楚解释再多也不如看得真实 你看过之后再来说话,对了,麻烦以后不要把我和他们相提并问,我可没有这样的亲人 村长看了契约后,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上面写的内容竟然是把伍迷卖给别人当陪葬品 没想到刘老太他们这么缺的,竟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孙女,真不是人 怪不得林九娘刚才发疯似的 村长,你来得正好,快帮我们主持公道啊,林九娘发疯了 哼,刘老太,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现在还有脸在这叽叽歪歪,我都替你觉得没脸 我,我做什么了,卖儿卖女的,我又不是第一个,你别以为你是村长就可以教训我 对,你不是第一个,单把自己孙女卖去做陪葬品的,你是第一个,安乐村的脸都被你们家丢光了 她,他们不是卖到常乐方吗?为什么现在变成了是卖去做陪葬品? 李秀娟,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我也不清楚啊,一定是林九娘拉拢了村长,欺负我们不识字 哈哈,你们自己慢慢辩解吧,老娘我走了 说完,九娘头也不回的走,谁也不清楚她拿着钱和契约干嘛去 今晚,我也想离开这里 二郎,走吧,我支持你,就算是吃康燕野菜,我也认了,刘家这些人,我怕 刘二郎,你敢离开这里,就不要再回来,我刘家没你这个子孙 还有,我刘家的东西,你敢走的话,什么都不会给你 奶奶,能不能再换个好点的借口,就算我不走,刘家的东西你也只会给刘军和刘武他们,所以你别想忽悠我留下 对,留在这里就是给他们做事的,我们不是傻子 大哥,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经帮他们把自己妹妹送上死路 你以后不是我大哥,我没有你这样的大哥 同样也不是我大哥,我大哥死了,你比畜生还不如 此时的刘大郎垂头丧气,不敢抬头去看两个弟弟 小王八,要滚赶紧给我滚,别逼我赶你们 我说两句话就走,就算你们不赶我,我也会自己走 刘大郎,第七我带走了,那是断离十娘说留给我们的,分好之后,你的那份我会送给你 刘老太一听,这还得了,尽量分走他们刘家的弟,当场各种撒泼威胁 要刘二郎把第七拿出来,二郎和四郎头也不回了走了出去 而另一边,三妮和五妮也被关到了长乐坊 姐,我不要在这,我要离开,我要去找娘 闭嘴,这要怪就怪你自己,白瞎了我一片苦心 别嚷嚷,再吵我废了你们 老板,你能不能放了我们,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卖我们的人是我奶奶和二婶,不是我娘 是不是你们亲娘你觉得有关系吗,四十两,你们这辈子都还不了,天真 四十两这么多,怕是我们一辈子都赚不了 来了我这,就不要再想那么多,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不搞那么多花样 比你在家吃苦受穷的强 就在此时,屋外传来了吵闹声,这让赵长对眉头直接皱了起来 有趣,好多年没有人敢来长乐坊闹事了,让我看看到底是谁那么大胆 你就是这里的掌柜是吗,听说长乐坊买了我的两个女儿 原来是生母来了,但她们已经被卖了,不想惹事的话 赶紧走,这次我可以跟你不计较,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四十两在这,人我必须要带走,不然我也不客气 这位娘子,你莫不是没有睡醒,我花了四十两银子买来的人,你让我四十两又给你赎回去 怎么,你觉得我是做慈善的 那怎么样才能熟人,给个爽快话 这样吧,我就当作一回慈善,你要带她们走,可以,给我八十两,我就让你带走 你这是不愿意放人咯 我看你也是见过失眠的女人,你应该懂江湖规矩,长乐坊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存在 我劝你在我没生气之前走吧 那按照你这样说,我只能去见官了,你说牙毛会不会管活计的事情呢 再说了,买卖我的闺女,越过我这个做娘的,官府又会不会承认这买卖呢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这并不是威胁,而是你先对他们不公,你明知道他们不识字,所以才这么放肆 如果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你可以考虑拿钱放人 不可能,要是这样子就让你把人给带走了 我还有什么脸呆在长乐坊,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拿下 随着赵掌柜的一声怒吼,立刻冲出来几个大手 酒娘知道不会这么容易就能把人带走,从腰间掏出来砍柴刀 我可不是那种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惹火了,我手中的刀可是会喝血 不想死的人,就来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之间竟不敢有任何的动力 赵掌柜的脸黑了下去,他第一次被一个女人给逼成这样 你到底是谁 一个村妇而已,这斧子,砍柴砍野兽多了去 就是没砍过人,你们谁上前来 让我试试这刀砍人锋利不锋利 谁家的村妇能这么淡定,还敢威胁自己 正常的村妇刚才他应该背下哭了才是 很显然他没有,这种人不能惹 这样吧,四十两,我可以让你把小的带走 大的就在这里做丫头 我给你两年时间,你要是凑够二十两 随时可以来把他赎回去 赵掌柜,我理解你 我也没咄咄逼人的意思 你为钱,我为两个白眼狼 下一刻,酒娘拿出契约 当着赵掌柜的面子,我唯一可以要挟她的筹码 人今天我是一定要带走的 待在你们这里一天,他们的名声尽毁 不知道,二十两,我会给你 但不用两年,只要一晚,如何 赵掌柜没想到,酒娘竟敢把契约撕毁 并且还承诺一晚就能找到二十两 当下多了几分好奇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 但要是明天这个时候之前 你没能赚到二十两,那就不要怪我无情 一言为定 你们两个先给我回去 我还有点事 三尼,记得路上照顾好五尼 姐妹两人一听 让他们自己先回去 瞬间慌啊 娘,我们不能走 不能把你留在这里 要不我陪着你,让五尼回去 不,我也不回 我也要跟着你们 够了,我让你们回去 就赶紧离开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是吗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五尼,我们听娘的话 快回家先,好的 送走了三尼和五尼后 酒娘又回到了长乐坊 我已经给了你面子 你怎么还不赶紧回去想办法凑钱 明天你要是不能按时把钱送来 别怪我抢人 长乐坊可不是善堂 一天之内借二十两 你应该觉得我不可能借到,对吧 没错 我的确不相信 你莫非以为他们回去了 没了后顾之忧就准备赖账 我告诉你 这可行不通 到时候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虽女人,但却懂一诺千金的道理 赖账不是我的风格 而事实上,我要出去借二十两银子 我能轻松借到 那你还在这里和我费什么话 有本事就快点去借 不然我把你变成柳如烟 借从来不是我的风格 我可以和你合作 让这里今天晚上的生意翻上一番 但前提是我要说三成的分红 三成,痴人说梦 你知道我这长乐坊一晚的收入是多少吗 三成,最少有两千两,你不是在做梦是什么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贪你的便宜 再换一个方案 你今晚的总收入,减掉八千两后 剩余的分我一半,你觉得如何 好,你这个提议我同意了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让长乐坊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你会为你的举动而感觉到庆幸 现在你让这里的姑娘出来吧 我有话和他们说 好,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另一边,刘二郎夫妻掏光了身上的钱 并且在刘四郎的帮助下 才勉强凑够十文钱 租下了一间废旧的茅草屋 作为他们夫妻两人的临时落脚点 四郎,这间二哥会尽快还你的 二哥,咱们是兄弟 不说这些,赶紧收拾先吧 说完刘四郎闷不吭声地收拾屋子 直到有人过来 告诉他们三妮和五妮回来 这时脸上才露出笑容 三姐,五妮,你们回来了,太好了 没事就好,回来就好,真好 对了,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偷跑出来的吗 那有没有人追你们 我们不是逃出来的 是娘把我们救了出来 她自己却留在那里 完了,我又做惹娘生气的事情了 我现在就要去找娘 四郎,你要是去长乐坊找娘的话 最好不要去 你别忘了,娘把三妮她们赶了回来 很显然就是不希望我们掺和在其中 你要是去找娘,只怕是会给她添麻烦 那娘自己一个人在长乐坊 她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等,在家等,你难道忘了吗 娘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娘,谁能欺负得了 二哥说的对,我们就在家等 这就等于帮助娘 我们快回去吧 不然等一下天色晚了 到了晚上 大批的男人正不断地朝长乐坊扭了进来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全在于白天的时候 09娘派姑娘们在镇上宣传花魁柳如烟今晚的线舞 赵掌柜 接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 我就先走了 舞台按照我说的布置 节目也按照我说的进行下去 柳如烟最后压轴 今晚这里绝对爆满 你不看到最后就不怕我算错账或者从中打斧头吗 不需要 我相信赵掌柜的格局 明天算账之后 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送去就行 说完 九娘便离开了常乐坊 刚来到门口 便遇到了赵雅琪和她的侍女 好狗不挡路 冻妈 你说谁是狗呢 这还用问吗 当然谁应谁就是 林娘子 吓人无礼 你别见怪 小菊 马上跟林娘子道歉 好的 主子 小菊一脸心不甘情不悦 但还是低下了头道歉 呵呵 这种道歉 我可要不起 以后拉好你家的狗 别让他乱叫乱咬人就行 毕竟不是每一次假惺惺说两句不痛不痒的道歉 就能把事情接过去 林娘子教训的是 我回去之后 必定好好教训我是你 你教训不教训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也没兴趣知道 有本事你现在教训他呀 你现场要是教训的不好 我也可以帮你提提意见 赵雅琪被九娘不按套路出牌等到 彼时之间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便马上转移了话题 林娘子 你是刚从长乐房出来吗 所以呢 你想说什么 我可听说了 你的两个闺女被卖到了长乐房 你此次应该是来要自己闺女的事吧 你说的没错 所以你还是想表达什么呢 静啰嗦 我看你刚刚孤身一人出来 应该是被赶出来的吧 要不我帮你进去把人要出来 如何 那不知道你帮我要人出来需要什么条件呢 很简单 只要你跪下来 对我三寇九跪便可 赵雅琪很自信九娘会因爱女心切而向她下跪 因她觉得自己是唯一能救助她女的 我看你人长得有模有样 可惜脑子有包 有病就赶紧去治吧 别出来丢人现眼 你不求我 不打算救你两个闺女 是准备看着他们坠落深渊吗 那是他们的命 跟我没关系 说完九娘便离去 等小菊再次从长乐坊出来时 赵雅琪才知道人早已经被赎走了 可恶 怪不得这么淡定 原来是在看我的笑话 林九娘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说吧 你们怎么样打算 娘 我想回来 我想跟着你生活 我也是 做梦都在想 可我不想管你们 比如你奶奶他们这么对你们 要是一会过来跟你们道歉 让你们原谅她 然后跟她回去 你们愿意吗 我不愿意 他们那么坏 都把我们卖了 那你们之前那样子对我 凭什么要我无条件的再次接纳你们 老东西伤害了你们 你们都知道拒绝 而你们伤害了我 难道我不知道要拒绝 这话也说 刘三妮和五妮愣住了 我就你们这一次 以示人尽一致 其他我帮不了你们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两日你们可以在这里养伤 顺便好好想想你们以后的生活 说完九娘转身朝屋内走去 丝毫不管姐妹两人纠结的表情 快点出来 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把你两个闺女再次卖掉算了 下一年 只见一个缥缈的身影出现在她前面 我还以为你不出现呢 当初如果不是我夺赦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死了 我知道 你不用担心会对你造成影响 我不过是一道残念而已 很快就会消失 慢走不送 撒优拉拉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你先说说看 我才考虑她不答应 求你把我的儿女教育成才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忘了一个都 你那一群儿女没有一个像样的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拜托了 就能 三姐 五妮 这两天你们就多干活 哄娘开心 让娘心软留你们下来 实在不行 就去二哥那里挤挤 然后继续磨娘 我跟你们说 别看娘现在看着嘴硬 其实她还是很心软的 不然也不会去求你们 对 多干活 让娘把我们留下来 少吃多干 不让娘生气 就在这时 赵掌柜走了进来 你是谁 来我家干什么 刘三妮姐妹俩看到赵掌柜 如同面临大敌一般 身体不受控制的瑟瑟发抖 你们娘呢 在哪 我要见她 三妮紧握拳头 努力让自己淡定下来 娘应该是没借到银子 给这个坏人 所以她才追上门了 我们已经给娘添了很多麻烦 不能再给娘添麻烦了 我跟你走就是了 别再为难我娘 这时 九娘走了出来 刘三妮 是都没问清楚 就急着跟人走 你可真是够蠢的 娘 我只是想帮你分担多一点 好了 该干嘛干嘛去 不要假惺惺 赵掌柜 进屋说吧 赵掌柜 随便坐 家里没茶 开水我估计你也喝不习惯 那我也就不招待你茶水了 嘿嘿嘿 赵掌柜想生气也气不开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碟银票递过去 这是昨晚你的分红 一共八百两 你属下 另外这些银票全大业都通用 任何一家银庄都能兑换 九娘毫不客气当面点了钱 确定的是我以及银票上的官印都没有问题 才把钱收了起来 赵掌柜 你怎么还不走 寒舍简陋 我就不招待你这位贵客了 林娘子 咱们要不要再谈一笔生意 没兴趣 等我缺钱先 合作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 想合作了随时来长恶房找我 好的 我会考虑 娘 她 她以后不会再来抓我走了吧 怎么 你很想被她带走吗 不 不是的 娘 我一点都不想 既然不想 问这么多做什么 还是说你想去长恶房吃香喝辣的 你要是想 我可以成全你 一会我吃了饭后送你去 说完 九娘没理会他们朝厨房走去 四郎 娘的意思 是不是我以后都不会被长恶房的人带走了 是的 三姐 你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带走了 哦耶 真是太好了 看来这俩臭丫头是真的回来了 你快进去叫他们今天就跟我们回去 娘 他们昨天才从我们手里卖掉 今天就叫他们回家 这 这连也没地方搁啊 你就想想银子 再想想我刚才带回家那半马车东西 难道你不眼馋吗 当然馋啊 馋就行 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 家里的那些东西都归你了 哇 娘 那还等什么 直接进去 紧接着 星星座太太的婆媳两人走了进来 三一 五一 我的乖乖 奶奶对不起你们啊 二神也对不住你们 你们来干什么 昨天卖了我们一次还不够 今天又想来打我们的主意吗 我告诉你们 别妄想了 要是敢再碰我们一下 就跟你拼命 乖乖 奶奶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 你们受委屈了 够了 你少在这里给我眼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戏码 又是想骗我们回去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不会跟你回去 你给我滚出去 刘三尼 你别不使好歹 我们做长辈的来给你道歉 已经够给面子了 我们送走你们 就是不想你们跟着我们吃苦受罪 再说了 你奶奶要卖到你们 你们就不能有意见 只能被乖乖的配合 不然就是不笑 骂完之后 李秀娟态度又软和下来 不过话说回来 二神要是有钱的话 打死都不会把你们卖掉 这 这都是穷闹的 你看现在我们一有钱 就立刻来接你们 快跟我们回去吧 回去好好补偿你们 给你们吃肉 给你们做新衣服 对对对 奶奶为你们准备了很多好东西 快走吧 我看你们就是欠揍 下一刻 三尼举起扫把 气势汹汹的朝他们冲去 婆媳两人被吓得落荒而逃 五尼 以后看到他们 不用跟他们客气 你越怕他们就越欺负你 我告诉你 他们现在过来 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你可别上当了 可是姐 我我怕他们 他们会打我 打就还手啊 你要是不敢反抗 他们就只会觉得你好欺负 就会一直欺负你 懂吗 九娘站在他们身后 听着三尼对五尼的说脚 三尼看到九娘脸色上的通 似乎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干嘛行虚 瞧你这模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欺负了你呢 自己没有错 就堂堂正正的挺直胸口对人 明白没有 好的娘 我知道了 这次做得不错 都听好了 下次那老东西还敢来的话 你们就这样把他给我赶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 刘老太和李秀娟婆媳俩整天纠缠 使劲全身解数后却无骨 这天 三尼带着五尼上山去挖野菜 三姐 我们已经这么勤快了 你说娘还会赶我们离开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三姐 那你说奶奶他们是真的变好了吗 怎么 你心动了 想回去 刘老太私下找五尼的事情 其实三尼是知道的 只是要看五尼她自己的选择 相比糖衣炮弹 我更相信娘 娘说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三姐 奶奶说了 只要我愿意跟她回去 天天给我炖肉吃 而且还给我做新衣服 她昨天给我拿的点心就很好吃 你自己可要想清楚了 娘已经救过你两次 安娘的性格 不会再有第三次 不可能每次都给机会的 错过了就永不再有了 三姐 你 你就真的不心动吗 我只有心寒 这时 刘老太忽然出现 打断了刘五尼的话 哎哟 这作死的林九娘 她竟然让你们上山挖野菜 女孩子家家 手得好好养着 可心疼死奶奶了 你别乱说 我们是主动替家里分担家务 下次再骂我娘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刘老太虽咬牙切齿 但还是努力挤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让自己看起来变得亲切一些 三妮 其实我过来是叫你们回去吃饭的 走 跟奶回家 回去吃鸡腿 好不好 三妮听到后不为所谱 但五尼则心动了 走 五尼 跟奶奶回家 奶奶给你吃大鸡腿 还有红枣糕 昨天你吃过的那种 还给你准备了漂亮的新衣服 一定让你穿得美美的 最后 五尼没有忍住诱火 跟着刘老太回去 五尼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三妮呀 你也跟奶奶走 这次我跟你保证 真让你吃香喝辣的 什么活都不让你干 行不行 哼 休想糊弄我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 快给我滚开 五尼呀 你三姐没这个享福的命 我们走吧 奶奶带你回去享福 从今天开始 你啥也不用干 以后你每天只需打扮得飘飘亮亮的 五尼 娘说过 路都是自己选的 已经上头的五尼再也听不进三妮的话 还是选择跟刘老太回去 三妮无奈地回到了家 只见九娘正在院子里悠哉悠哉地晒着木光雨 脑子里正计划着她接下来要做的小生意 娘 五尼跟奶奶走了 那你为什么没跟着去 我不去 我只想跟着娘 有娘的地方才是家 我同意你跟着我了吗 再说了他们现在有钱了 你还是回去跟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穿新衣服吧 这只是他们使出的新花样罢了 就如娘你说的糖衣炮弹 若是真的心疼我们 又怎可能一而再再三的那样对我们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诱惑我回去 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对我 我跟他们回去就是我傻 你倒是看得挺通透 要留下那就得干活 不单单是洗衣做饭 还要下地种田 上山砍柴 我这里可不养闲人 想吃饭就得像刘四郎一样 娘 只要你让我留下来 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 我什么都能做 什么苦都能吃 我发誓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你别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我不想听 去收拾下桌子 准备吃午饭 三姐 鸡腿给你吃 这是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舍不得吃 偷偷留下来给你的 你尝尝 可香了 我不吃 要吃你自己吃 三姐 奶奶真的给我们准备了新衣服 我从来就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也没吃过这么多的肉 刚才奶奶恨不得都把肉嫁给我吃 什么活都不用我干 你也跟我回去吧 五妮 你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你要是没事的话 你就走吧 我还有事要忙 三姐 你现在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很讨厌我 我还有活要干 以后你不要来找我了 不然你惹他们不高兴了 我怕他们会打你 不会的 奶奶和二婶他们都不会打我了 而且也不用我干活 还吃香喝辣的 并且还说每天会给我一文钱 他们现在下这么重的血本 怕是索图不小 可惜五妮这个丫头 都吃了这么多次亏 还学不聪明 真不让人省心 你回去吧 我铁了心以后跟着娘 就算他们天天给我好吃的 我也不会回去 你好自为之 哼 三姐 你真傻 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后面的刘老太看在眼里 刘五妮这个蠢货 带个鸡腿都不能把刘三妮给骗回家里 可不是吗 那鸡腿留给刘军吃多好 白下了一只鸡腿 对了 娘 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回来 这段时间前前后后可花了不少钱 都亏大了 眼皮子浅的东西 你懂什么 把他们哄回家 将来这好处是十倍百倍的收回来 走了 回家再想想其他办法 三姐 四哥 听村里人说 娘已经穷到让你们吃狗都嫌弃的猪下睡了 这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有五妮的声音 让三妮和四郎心里都生起了淡淡的不悦 但毕竟是自己妹妹 自家最小的孩子 也不忍心责备她 二哥 五妮 你们怎么来了 有事吗 跟我们回奶奶家吧 你看看你们现在过的日子都要吃这些狗都嫌弃的猪下睡 太埋太人了 你看 我不也是搬回去了吗 对的 二哥都搬回来了 还有你们自己去村里打听一下 现在娘的名声有多臭 她现在就是一个拖累 你们要住你们住 没人拦着 留五妮 你没资格说娘一句坏话 你就是一个白眼狼 三番五次出事 都是娘救的你 你现在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竟埋太起娘来 你还是不是人 怪不得娘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们含了她的心 正所谓子不嫌母丑 你们这样让我不吃 滚 都给我滚出去 哼 我只是想过好日子 有什么错 你们这话就不对了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我来劝你们一起过好日子 怎么就跟得罪了你们似的 既然娘给不了我们好的生活 那我们跟奶奶过好的生活 有什么问题 你们立刻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我劈了你们 哼 不识好歹 你们别后悔 武力 我们回去 让他们继续吃苦去 他们之间的对话 都被九娘看在眼里 冷笑了一声 林九娘 看看你的孩子 就这样还想让我 把他们教育成才 我才不理呢 不值得 第二天 镇上最大的酒楼 松鹤楼掌柜来到了九娘家里 张掌柜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听说九娘研发了一种特色菜 叫猪下水是吗 我那个豆 张掌柜 猪下水你们不都说狗 都不吃的东西吗 怎么你也感兴趣 九娘储品 我绝对信得过 之前你卖给我的鲁肉技术 现在九楼大卖啊 所以你的东西 我是绝对认可的 老规矩 开个价 价格合适就卖你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我也不占你的便宜 认个方子 我出二十郎买下 你觉得如何 行就这么说定了 随后九娘现场吵了一遍 猪下水给张掌柜看 刚送走张掌柜 李秀娟就从一旁冒了出来 林九娘 刚才那男人就是你新找的男人 是不是 你可真不要脸 这才被修多久 就找好了下家 你就这么饥渴 要不要我去帮你叫村里的光棍 都一起过来满足你 对啊 你怎么这么了解 是不是因为刘青和满足不了你 所以你经常找村里的老光棍 不然你对拉皮条的业务怎么这么熟悉 林九娘 你胡说八道 换我名声 我跟你拼了 李秀娟 你又惹她做什么 她换我名声 我当然要跟她拼了 别闹了 我相信你就行 就你这般模样 我不信都不行啊 虽然眼睛一闭都差不多 但还是有区别的好吗 就在这时 刘老太和村长一行人走过来 林九娘 你这个小可爱 欺负我也就算了 现在还来欺负秀娟 你几个意思 村长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林九娘 她刚刚把我给揍了 本来我没那么碰的 就是她把我打肿的 对 就是我打肿的 怎么的 你们闹够了没有 安乐村的安宁 都被你们一家子给破坏了 现在是想丢脸丢到镇上去是不是 村长 是李秀娟欺人太甚 莫名其妙来我家说我不要脸 饥客 还说要帮我安排一村子的光棍来照顾我 这般败坏我名声 你说我能忍吗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敢说刚刚没有男人上门找你吗 我看那人肥头蛋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既然你都认定了这是事实 那我就再让你尝尝老娘的过肩衰 话路 九娘快速往前一趟 迅速的给了李秀娟一个过肩衰 林九娘 脸 你竟然敢三番五次的对我动手 你着喜吗 你骂我 污蔑我 我又说不过你 那我不动手 难道任由你欺负吗 林九娘 适可而止你懂不懂 你瞧瞧你把你肘里气成了什么样 不好意思 我已不是刘家父 他不是我的肘里 怎么 村长 你心疼了 还是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我没这个意思 但你咄咄逼人就是不对 你太过分了 那他污蔑我就可以吗 我好好在家待着 凭什么被他这么泼脏水 他不道歉 还嚣张 我不揍他揍水 我这辈子对得起他刘家 只有刘青山对不起我 你没资格说我儿青山 他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在造谣败坏我儿青山的名声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听到没有 他全身上下都对不起我 一走就是十年 音信全无 家里没得过他半点帮扶 一闻前居想也没得过 他哪点对得起我 你放屁 三从四得 你懂不懂 你嫁给了我儿子 就应该为他操劳家务 以及照顾家里的一切 你有什么资格埋怨我儿子 谁家女人不这样 别人家的女人愿意这么做 是她的事情 反正我林九娘不愿意 刘老太黑了脸 差点被气晕过去 憋了许久 终于憋出了一句 幸好我替我儿修了你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小可爱 大白天的就把男人往屋里带 还想装出一副 要力贞结牌坊的样子 我呸 下一步 九娘直接给了刘老太 一个重重的锅尖摔 上梁不正下两歪 怪不得你和李秀娟和的来 村长 请问我可以回去了吗 此刻村长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她内心也很害怕 九娘给她一个锅尖摔 回去吧